世界水牆棒球在中华队夺下了世界第一 游泳卡公司为了庆祝 独家发行了限时不限量的纪念卡 没想到今天开放预购之后 十分钟之内就迅速售完了 让球迷直呼好傻眼 不仅如此 球员赛后穿的冠军纪念T恤 以及参加棒球英雄大游行的黑色Team Taiwan帽T 同样引起了抢购 就连在大陆的淘宝网上也有贩售 金色滚边 左上角印有世界冠军 中间还有台湾队长陈杰县 率领林安可林玉明 以及全体球员和教练小巷 2024世界棒球十二强赛 中华队夺下金牌 推升各项联名商品热卖 像是这张夺冠悠悠卡 29号上午11点开放预购 开卖十分钟后显示售完 让许多球迷感到措手不及 事情出来吗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爸比较疯了 所以我会想要买给他 如果身边的人有想要 他会帮忙买 明明官方宣传商品现实不限量 却在开卖不久就抢购一空 对此悠悠卡公司表示 下一波开卖电商需要作业时间 只要五天内下单 一定都买得到 除了悠悠卡外 全民疯抢的 还有这件全体中华队 穿着参加棒球英雄大游行的 Team Taiwan黑色帽踢 开了三次预购 还是有不少球迷没买到 甚至有网友发现 大陆淘宝也有疑似仿帽同款帽踢上架 我刚才看IG有看到 对啊 就销售一空 不会 但是我会等 我相信会还会有再办 不止台湾球迷热情 这件中华队选手在24号夺冠当天 换上的冠军纪念梯 就算只能在日本境内下单 但是在日本官网上架短短两天内 就卖出10万件 带来约9500万台币的收益 让贩售的美国体育商品业者 都大呼太惊人了 周华队勇夺棒球12强赛冠军 也让相关商机持续延烧 记者杨恒 吴国豪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